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加重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李卫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疫情日记专栏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对世界经济 文化 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影响 关注美日国际最新动态 成为第一线新闻资讯 下面来看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近三个月来 由于新冠疫情之袭击 我们的社区遭受到空前的灾难 许多商家被迫停业 疫情至今尚无法全面控制 大家都在忧虑之中 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要镇定应付大局 全国之动乱可能无法停止 就在上周 亚特兰大警察又把一名黑人打死 从报告中得知 27岁的黑人青年布鲁斯 因测出酒精出钞 并拘捕和两名警察扭打后 抢走了镭射枪 在逃走后被警察连开三枪被打死 虽然市长莱恩立即把开枪警察隔职 局长雪尔同时辞职 但仍难惜众怒 上周末再度上演放火烧电之悲剧 最近连串之警民冲突事件 暴露了我们社会长期存在之结构性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自从民权运动领袖金恩博士 在60年代争取全民平等权以来 美国国民基本教育已经存在诸多不公平之现象 非一社区之学校由于经费短缺 失资不佳 加上许多单亲家庭无法兼顾孩童教育 能够高中毕业者已不再多数 何况上大学者更是为数不多 在此竞争激烈之社会 很难谋得较好之工作机会 久而久之 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之最下层 经济条件越来越差 当然会造成社会之动乱之主因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政客 正在利用社会之矛盾 肆意攻击华亚裔社区 在电视上公然辱骂 实在令人不耻 我们呼吁全体社区领袖及市民 这是我们觉醒的时候了 我们更要认清许多国内外媒体 存心丑化我们的社会秩序 希望在许多问题上火上浇油 我们不可不慎